找一个目标 你的目标是念火 不是关不息 还是关生念土 它呢都是一个大目标 但是你 因为随着你的心 越来越维系的时候 它就会来到事的 它意思说这个地方呢 就是也是这样子分 所以这个 应该这个诵句 有前面的看过的话 这个就很清楚了 所以它这里分 有行有事 无行为事 还有呢 无行无事 所以 这个中追尽力 看这边是 有无行为事 为与事相应 然后呢 上的话呢 这个上无 最后两个字呢 就是指二禅 这个上无是指二禅以上 二禅以上 包括 从二禅的 所以 这张表呢 你还要注意看哦 二禅以上是 从禁分定开始算哦 好 你会看到这个线条是这样的话 从二禅的禅分定 开始就是无行无事了 二以上 好 所以它这边写呢 我看一下课本的 六零七零呢 它写说 上无是 二禅以上乃是有零 但是它这里还没有讲到 是禁分定开始算了 好 这里是二禅的禁分定 开始就 一直到有顶 都是无行无事哦 所以 我们的一五五月的 基硕要这个表 还更详细 从禁分定就开始算了 不是从根本定 才算是无行无事了 好 好 那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巡视呢 其实就是说 当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我们的心要从细转出的时候 有身受心法 那我今天把这个光复心呢 稍微再介绍一下 总共有十六阶 那你如果要开始修身略出的时候呢 你大概会关着身体有三十二部位是 五脏内斧开始 不是关头 髮 皮肤 这个外表的不是 从五脏内斧开始关 所以这个要三十二部位不静 三个部位呢 有时间的话再详细讲 因为讲太详细 好 浪费大家太多时间了 所以就会产生不静 让人能产生厌恶感 就像我们头发掉下 头发你感觉你的头发是很漂亮 你疏了 然后你洗了 然后又有香香的那个发油 但是掉下来的时候你会喜欢它吗 不小心掉到你的饭里面呢 你会把它吃进去吗 在头 在你的头上是干净 掉下来就不干净了 如果你把 刚好你在点蜡烛 它会烧到的时候又有一个烧焦的味道 包括我们的汗 在你的皮肤里面的时候你没有感觉 但是流出来的时候啊 汗垢从身体的皮肤流出来 或发根 你发根可能还会头皮血啊油啊 这些出油 这些 我们都只关到外表的感觉 清洗干净了好像是干净 其实我们五脏内斧里面都是不干净 因为你看出来的不干净你就知道在里头是不干净 鼻水啊 眼泪啊 然后耳屎啊 口水啊 流汗这些 有些汗味 这个夏天还会发臭啦 所以呢我们要去关身面处的时候 我们其实还可以关到 关身不净 然后呢出入洗的时候 透过关呼吸的出跟入的禅修 所以有时候我们的观念是一种呢 错误的执着在某一边 我们要跳脱你的那个执着更广的范围 用另外一个角度来关的时候你会看到更清楚的 所以透过关呼吸的出入而禅修呢 就把你的注意很自然放在鼻端 然后开始注意你的呼吸 好 它总共有十六阶 这个在我们的阿含经里面有十六特圣的修行 它四个一组就深受心法总共四四十六 从初入洗开展出智慧的皮革虾纳观 皮革虾纳就是智慧观 那总共呢我们活头在当时候开示了四十种修行 用世间的方式的所远目标去修 这个夜处就是一个我们修行的工作的地方 那只有两个是最好的可以开展出智慧 其他我们刚刚讲世间定嘛 同关一团火你关得很专心 让你的心只住望面而已 都是没有办法开展出智慧 只有呢初入洗还有呢